民族情怀两岸脉动 全球的华人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10月18号 农历鬼卯年9月初四 欢迎收看今天的两岸头条 今天的主要内容有 民进党当局今年赢百万路客目标跳票 本网发表两块评 从百万路客到要看明年 下架民进党的理由又多了一个 台当局因不满在越南活动背景板 虚显示中国台湾遭嘲讽 台当局采购的韩国快筛 被抱有重大问题 竟打算花钱了事 第四届海峡两岸影像文化周 蓝锡郎镜山专场活动启动 来看今天的头条新闻 两岸团客旅游至今未开放 岛内观光业者无不期盼 开放大陆团客赴台 但日前民进党当局首度坦言 大陆游客今年不会去 等同宣告 今年百万人次大陆游客赴台观光的目标跳票 请看详细报道 花莲县前县长中国国民党民代傅昆奇 16日在台立法机构质询 台交通部门负责人王国才 大陆团客什么时候能到台湾 为什么当局没有积极处理 他呼吁台当局应该主动释出善意 例如先开放台湾团客前往大陆 王国才对此回应称 原本以为今年下半年会好转 结果并没有 他声称通过私下管道了解 今年应该不会来了 坦言要看明年 台行政部门负责人陈建仁 17号受访时声称 有向大陆释出所谓善意 并通过适当管道 表达相关方案 但到目前为止 仍没有接到任何一个信息 对此有观点同批 民进党官员一边谩骂大陆为敌人 一边又想赚大陆的钱 不觉得无耻吗 今年2月王国才公开宣称 希望全年吸引100万人次 大陆游客赴台观光 国台办对此回应 民进党当局至今仍对大陆 及港澳人员赴台设限 所谓100万大陆游客 怎么去又从何谈起 8月台湾方面陆委会宣布 在风险可控之下 9月1号起恢复开放 旅居海外大陆游客赴台观光 同时恢复两岸团体旅游的规划 大陆集团客赴台 初期每天限额2000人次 台方旅行业组团登陆 则依所谓对等原则 适度调控人次 初期以每天2000人次为原则 对此国台办表示 大陆旅游主管部门 今年5月19号已宣布恢复旅行社 经营台湾居民来大陆团队游业务 但民进党当局至今仍拒绝解禁 对恢复两岸旅游和交流 附加一系列条件 民为放宽 实则加强陷恐 完全不得人心 国台办强调 我们一贯支持包括旅游业在内的 两岸各领域开展交流合作 我们希望两岸同胞共同努力 推动实现两岸旅游和双向交流的正常化 常态化 首先民进党当局要取消一切的人为限制 本网今天发表两块评 从百万路客到要看明年 下架民进党的理由有多了一个 文章指出 民进党当局百万路客的口号 让岛内亟待复苏的旅游业感受到了一丝暖意 但只可惜这股短暂的暖意没有带来整个春天 而是让热盼路客到来的台湾观光业者 陷入一次又一次失望 从五一长假到十一长假 大陆旅游市场的复苏和繁荣旅创记录 但台湾业者只能干看着 却无法分享这波巨大的观光红利 民进党官员口中的六百万人次赴台游客 如果不包含大陆游客 只能成为过境千番 人数巨大 购买力十足的大陆游客 才是岛内业者最期待的香菠菠 民进党当局百万路客挑票并不令人意外 但却充分证明其无力缓和 当前两岸复杂严峻的整体形势 更无能处理关乎台湾民众 实际利益福祉的关键性问题 所谓要看明年的说法 没有给岛内业者带来丝毫希望 反而会进一步强化台湾民众 下架这个无能无耻政党的决心 据台媒报道 越南台湾高等教育战 16号在越南南部的秦居大学举办 当地政府要求舞台背景板显示中国台湾 否则不能举办活动 民进党当局又借机表达所谓不满 遭岛内网友嘲讽 请看详细报道 据报道 民进党当局所谓驻胡志明市 办事处教育组长陈和贤受访时称 他们13号下班前 收到地方政府的通知 此次活动背景板上的字样 必须写中国台湾否则不能举办 报道称该处随即让现场人员撤除背景板 并提出抗议 相关报道引发岛内网友关注 有人留言称 中国台湾在全世界都是常识吧 台媒报道提到 越南向来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官方文件与核发的证件中 只要看到台湾两次就会加注中国 越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曾就涉台问题表示 越方迄今在中越双边文件中 就台湾问题表明的立场是一贯的 在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 越方希望有关各方保持克制 不加剧台海局势紧张 为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 推动合作与发展 做出积极贡献 来关注党内新闻 据台媒报道 中国国民党民代王洪威17号揭露 台当局卫生福利主管部门 在疫情期间 采购的一批快筛事剂 被检测到无法有效侦测病毒 但该部门疑似担忧事件曝光 打算认赔4.7亿元新台币 请看详细报道 王洪威指出 2022年新冠疫情仍处于高峰 民众买不到快筛事剂 台当局因此紧急采购 境外快筛事剂 其中加售生一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获得502万计采购合约 森昌有限公司获采购30万计 两家厂商都是引进韩国快筛事剂 其中加售合约金额高达4.75亿元新台币 台当局先行支付4.26亿元 近九成的货款给对方 王洪威指出 没想到同年8月 台卫生福利部门执行质量监测时发现 加售生一进口的三批快筛事剂 根本无法有效侦测病毒属不良医疗器材 但此时部分快筛事剂 恐已流入实面 王洪威直言 针对争议 加售生一竟要求对已回收的事剂进行换货 但台卫生福利部门认为 疫情趋缓 此时换货已无法达到契约预期效用 要求退还先前支付的货款 若依要求退款 加售生一需发布重大讯息 届时黑心快筛事剂流入市面的消息就会曝光 这让原本拒绝付款以及退换货的台卫生福利部门 可能转为同一退换货 并给付为款 王洪威痛批 姿势体大 到底这批事剂 先前是如何取得台疾病管理部门紧急使用授权 并获得项目输入许可 之后未能通过质量监测 不合格快筛事剂究竟流落何方 台卫生福利部门会不会接受退换货 这中间有没有失职 请台卫生福利部门统统说清楚 最后再来看一条融融关系列新闻快讯 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现在是在这中四大千年古镇之一的游布镇 那么稍后将在我身后的这片游布镇市民广场上 举行本次第四届海峡两岸影像文化周蓝锡狼径山专场的启动仪式 来自岛内的摄影家蓝锡摄影家协会代表 以及两岸的媒体记者们将在人节地零的蓝锡 开启本届影像文化周之旅 10月17号下午第四届海峡两岸影像文化周蓝锡狼径山专场活动 在千年古镇蓝锡游布启动 一百多位来自两岸的摄影大咖齐聚一堂 用镜头记录下蓝锡的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观 浙江省台办副主任张启忠 台湾南投水沙连创会理事长刘宪仁 台湾嘉义县摄影学会理事长黄灯龙 蓝锡市领导朱俊华 范冬妍 柳卫东 市政府党组成员方建良参加启动仪式 此次活动也得到了中国第一代摄影记者 郎静山女儿郎玉文的支持 她在祝贺视频中说 游布是父亲的家乡 也是自己的家乡 希望以后再有机会来蓝锡感受这里的人节地零 同时也将尽己所能为蓝锡发展助力 本次活动期间 两岸同胞将以以向为媒 不断增进两岸血脉联系 推动两岸融合发展 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头条的全部内容 欢迎大家在中国台湾网头条号 抖音号快手号 官方微博等评论区留言互动 再见 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